今年的核安演習即將於下週的10號、11號 在核一場與鄰近地區登場 這次的實兵演練是想定核一場內 喪失廠內外的電源 並且因為接連發生了豪雨以及地震的天然災害 形成孤島的情境 更會在11號的上午針對金山、石門、三支等區 發放核子事故、民眾預警、系統警報 今年元旦日本能登半島、天搖地洞 規模7.6強震導致兩線的核電廠 智賀與薄崎異雨因強烈搖晃停機 部分用過燃料池的冷卻水溢出 外架強震也發生在核一場 能確保安全嗎 核安會指出目前廚藝中的核一 包括燃料池跟爐心溫度都已明顯下降 就算電廠內外電都喪失 廠內還有深水池與電源車 核安會表示萬一所有冷卻功能喪失 在人員毫無作回 也不管環境散熱的情境下 燃料池大約5天後會開始沸騰 但這種極端情境應不至於發生 也已經要求臺電建立應變操作程式 而即將在下週登場的核安演習 就是想定核一場喪失內外電 又持續發生豪雨強震的災害 進而形成孤島情境 對此新北市政府也配合演練 以直升機運補物資 至於核電廠內核安會表示廠內 維生物資應可維持七天沒有問題 今年核安演習將於十到十一號登場 十一號上午更會在新北市金山石門三支區發放核子事故 民眾預警系統警報會運用防災告警細胞廣播服務 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當地居民 記者林靜梅朋友組台北報導